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室民眾相關的餵教知識 部分男女老少都玩得超級嗨 健康中是餵教系非常重要的活動 群戲很早就開始準備動起來 除了闖關活動 現場還上演狀況劇 搞什麼演出讓觀眾都笑嗨嗨 我們戲有從事 就是有到學校從事教師 和到公共三合 從事一些衛教人員的出路 所以的話我們決定來社區進行 就是對社區進行民眾的見客 的這種姿勢 最後的壓軸好戲就是抽獎時間 獎品非常豐富喔 但是不管有沒有抱回大獎 民眾都帶著知識 和開心的微笑回家去 衛教系不只前進社區 3月17號開始 他們也會回到獅大擺攤 千萬別錯過啦 校園記者 湯文婷 許小萱採訪報道